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营养学的课程 要介绍水溶性的维生素第二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是介绍维生素B12 还有维生素C 还有胭碱酸 那在本课程呢 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了解维生素B12 还有维生素C 还有了解胭碱酸 那维生素B12又称为孤胺素类 那维生素B12因为含有孤 我们称为孤的一个维生素 那叫孤维生素 它是一种抗恶性贫血的一个因子 维生素B12在骨髓方面 可以协助骨髓制造红血球的一个生理功能 红血球的制造必须要依赖这个维生素B12 还有叶酸的合作 共同合作 所以呢 维生素B12是可以预防恶性贫血 头痛 倦怠以及胃肠障碍等症状的 那维生素B12可以作为酵素的一个辅霉因子 因为这个维生素B12参与细胞中的一个单碳的一个循环 也就是说一个碳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生理代谢 那维生素B12呢 它是可以吸带这个单碳的一个循环的 那跟叶酸呢 它可以密切的合作 它能够活化 活化叶酸的一个辅霉 有利于核酸的一个核甘酸的合成跟护质 是维护细胞的正常分裂跟增生 能够促进洪雪球的生成 维持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 协助蛋白质脂肪 以及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新陈代谢 所以呢 能够维持我们人类正常生长发育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称为维生素B12 那维生素B12就是可以促进 叶酸的代谢跟可甘酸的一个合成 那在这个生理 我们的一个生理代谢的一个中间产物中 能够保持一些含流 含流氢基的一个酵素 它的一个还原状态 那维生素B缺乏的时候 糖类的代谢 还有一些脂肪的代谢 甚至于都会有一些问题 能够协助正常脂肪酸的合成 维护我们神经的一个组织 还有随壳的一些功能 那维生素B2能够帮助神经系统的一个正常运作 那缺乏维生素B12的时候 会使得甲基 甲基饼2C辅酶A 它的异构酶失去了活性 会产生所谓的巨红血球瓶血症 还有神经系统的一个的损害 导致周围神经炎急性合并的一个变性症 那这个维生素B12能够帮助神经系统正常的运作 跟它的功能 所以呢能够有助于促进集中 集中的一个 注意力的集中跟 就是记忆力的集中跟 注意力的集中 都是需要维生素B12的协助才有办法 那维生素B12需要特殊的蛋白质来协助以及运送的 也就是说 在维生素B12在被吸收消化的过程中呢 口腔就是可以分泌一种蛋白质R 有一个因子 这个我们可以简称是一个R 蛋白质R因子 这个呢跟这个胃呢 可以分泌所谓的蛋白质内在的因子 会协助这个维生素B12的吸收 食物中维生素B12跟蛋白质结合了之后呢 在胃中经过胃酸的作用会释出来 那在维生素B12跟蛋白质跟R做一个结合 所以呢 这个胃里面的一个蛋白质内因子 是维生素B12被消化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那一般呢 食物进入12脂肠之后 蛋白质会经过蛋白酶的消化分解 那维生素B12呢 就很容易释出来 跟胃里面的叫做蛋白质内在因子 我们简称为IF 它结合 那做了一个结合以后呢 就会移动到小肠的末端 那末端就在回肠的部分呢 位置位在于这个肠细胞 肠细胞具有这个IF的一个受器 那可以辨识IF 并且能够跟它做结合 而使得维生素B12就会释放出来 进入了这个肠细胞 那就送入微血管内 然后呢经过转股胺的蛋白质2 这个转股胺的蛋白质2呢 它就会运送 运送了这个维生素B12 到我们全身被利用 那这个回肠部位的肠细胞膜 就是具有这个所谓蛋白质内因子结合的一个受器 它可以辨识 那维生素B12 在肝脏会做一个储存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过多的摄取 维生素B12呢 就会储存在肝脏 它的存量大概可以高达2到5个毫克 可以足够呢 3到5年的需要量 所以经过长时间不足的时候 缺乏症呢 才会出现这个缺乏症来 那一般维生素B12不足 它的症状就是会有贫血 手指跟脚趾会有部分的麻木 还有呢 脑部以及脊椎神经周边呢 会有退化性的病变 然后很容易产生疲劳 生长就会迟缓 有这些现象 那这个就是维生素B12 那维生摄取维生素B12呢 不足的时候 会通常是有原化性的一个缺乏症 也就是通常有维生素B12不足的人呢 都是因为摄取维生素B12量不足 通常发生在全素食饮食的人 因为饮食中的植物性食物呢 通常都不含有这个维生素B12的 所以长期吃素的人 最有缺乏维生素B12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建议说 所以我们建议说最好吃素呢 用淡奶素比较好 因为淡奶素还可以吃一些奶啊 蛋啊这些动物性的食品 然后就可以获得维生素B12 就可以避免有这个维生素B12的 恶性贫血的一个现象 那维发性的一个维生素B12的缺乏症呢 通常呢就是像未切除的病人 最容易有维发性的缺乏症 因为这个缺乏内在的因子 因为内在的因子是在胃存在的一个蛋白质因子 因为或者是说先天性的缺乏内在的因子 那另外呢就是黏膜 胃的黏膜受到的损害 没办法分泌胃的一个内在因子的时候 也很容易造成维生素B12的缺乏症 那随着年纪的增加 胃壁细胞的萎缩 还有胃酸跟这个IF分泌呢都会减少 而导致老年人缺乏率呢最容易最高 就是老年人最容易有维生素B12的缺乏症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老年人呢通常就会嘴唇就会比较苍白的现象 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维生素B12的一个贫习现象 那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哦 就像肠道有寄生虫、蛔虫这些病变 也会造成维生素B12的一个吸收减少 那胃内部呢的因子的分泌减少造成恶性贫血是最常见的一个因子 恶性贫血就是维生素B12缺乏症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症状呢就是它的红血球会变少 那消化道呢还有神经系统呢都会病变 严重的时候呢还会造成恶性贫血导致死亡 因为血球方面呢会产生所谓的锯球性的一个贫血 红血球的体积增大 但是树木呢量是减少的 白血球的树木和变数增多 症状跟叶酸非常相似 有时候呢就会错过了 就是辨认到底是维生素B12缺乏 还是叶酸缺乏所造成的一个恶性贫血 那这个恶性贫血呢会使人感觉非常的疲倦 四岁还有皮肤有苍白 嘴唇苍白的现象 那贫血使得人这种四岁 皮肤苍白心跳加速 而且还会造成心脏肥大 胸部还会疼痛 舌炎食欲缺乏 那还有腹泻腹痛啊 僵硬麻痹四肢着痛 稍着的疼痛啊 或者是肌肉无力 步伐失去平衡 躁动忧郁这些症状 很容易造成神经性的一个伤害 而无法复原 那在50岁以上的老年人 跟全素食的人最容易有这个维生素B12的缺乏症 所以这两类啊 就是老年人跟全素食的人 我们称为维生素B12缺乏症的一个危险主群 动物性食物中含有比较多量的一个维生素B12 就像肝脏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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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 那其他像蛋类啊 牛奶啊乳酪啊乳制品啊 也都是含有很多维生素B12 那人体肠道的维生物 也可以提供维生素B12的一个合成 也就是说维生素B12 不只就是提供我们人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食物之外啊 从食物里面摄取之外 维生物的合成啊 也是会有的 那人体内的肠道维生素 维生物啊 人体内的肠道维生物 可以提供部分的维生素B12的一个 就是供应 那但是如果使用抗生素来杀灭肠道细菌的时候 也很可能引发所谓的减少维生素B12的一个来源 那维生素B12的参考摄取量 一般在成年男性跟女性呢 大概是2.4微克 那在特殊状况的时候 像怀孕的时候 就应该要增加怀孕 怀孕期待 每天要增加0.2微克 那哺乳的时候呢 就要增加0.4微克 那维生素B12 目前并没有设定的一个上限摄取量 维生素B12 常常呢 是用在改善贫血啊 神经性的病变的一个临床用途上最多 那维生素B12 维生素C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维生素C又称为抗坏血栓 那维生素C叫ascorbic acid 它是具有栓性 而且具有抗坏血病的功能 所以又称为抗坏血栓 那维生素C能够促进 伤口的护原跟止血的作用 那胶原蛋白是身体中细胞的一个重要成分 那维生素C在胶原蛋白的形成上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维生素C能够增加抵抗力 能够增加就是胶原蛋白 能够紧紧的跟细胞结合 可以阻止感冒病毒 还有其他病毒在身体的一个移动 那胶原蛋白会有 就是它胶原蛋白本身就是可以协助 我们组织的一个修理啊 或者是受伤的细胞 所以当感冒的时候呢 通常维生素C多的身体里面 摄取维生素C比较多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容易痊愈 也就是说一般人们呢 如果维生素C摄取比较多 比较不会造成感冒 就算感冒的时候呢 也比较容易痊愈 那维生素C它可以作为 酵素反应的一个辅酶因子 那维生素C它是胶原蛋白生成 以及它的一个维护作用呢 维生素C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助 那维生素C它可以协助神经传导物质 跟肾上线荷尔蒙的一个合成 并且维生素C是 结体组组织的一个维生素C 形成跟钙结合的一个蛋白生成的一个重要因子 那维生素C可以保护血管的一个完整性 由于胶原蛋白是结体组织的一个很重要成分 直接影响了血管壁的周密性 那骨骼的一个新陈代谢 还有皮肤的健康这些 那维生素C可以保护血管的一个完整性 可以协助骨骼正常钙化 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并且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那维生素C能够清除细胞内的一个自由基 并且具有保护维生素A跟维生素E的一个功能 那维生素E跟维生素A 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抗氧化剂 所以呢当有维生素C的时候 那彼此的这种抗氧化能力就会有加成的效果 也就是它们都是可以清除细胞内的一些自由基 那食物中的维生素C是可以促进小肠对铁的一个吸收 那维生素C在身体代谢中有很多的功能 主要是参与身体的腔化缓硬和还原反应 而且维生素C跟这个若氧酸的代谢 也是会参与跟协助若氧酸的代谢 可以阻断阻断了脂质的过氧化现象 可以防止防止分解解脂类食物的产生自由基的一个形成 能够维生素C能够提高身体的一个免疫力 激发吞噬细胞的一个活力 那细胞的细胞间的一个胶原纤维的一个增强剂呢 也就是说维生素C能够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的干扰素 而且能够有效的抑制病毒 保护身体不受病毒的一个清洗 也是细胞间胶原纤维的一个增强剂 所以呢能够有助于抵制癌细胞的一个侵犯 那对于维细胞的缺乏症呢 包括体重会变降低啊 坏血症啊 就很容易口腔流血这些问题啊 牙龈出血啊 还有容易造成疲倦 肌肉关节 瞬间疼痛 牙龈的酸痛出血 皮下微量的出血 伤口愈合的一个缓慢 以及指甲周边呢 有点状出血 毛囊出血 还有毛囊脚化症 这些现象 那在婴儿呢 如果患有坏血病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产生肋骨以及肋软骨的一个连结 肿大 外表呢 就会像串珠性的一个现象 那维生素C的一个缺乏症 在成年人呢 表现呢 就像毛囊过度的狡化 会产生所谓的周围的出血 那牙龈肿脏出血 牙齿松动 皮下淤点的一个微细胞的一个出血 微血管的出血 很容易导致肌肉疼痛 严重的时候 还可能会有结膜 结膜啊 以及视网膜 大脑出血 鼻子跟这个消化道啊 生殖器官啊 还有这个密尿道的一个出血 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维生素C缺乏 所引起的一个缺乏症的现象 那维生素C的缺乏症 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摄取不足 摄取含有维生素C量呢 是不足 最常见 那是由于饮食中品质的低劣 长期欠缺了这个 生鲜的蔬果 长期欠缺生鲜蔬果 或者是说有身体有创伤感染 或者是抽烟的现象的时候呢 身体体内维生素C的耗损就会增加 就很容易造成维生素C的不足 那老年人呢 就更需要增加维生素C的摄取量 因为维生素C摄取不足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呢 就是包括年龄增长啊 胃里面对维生素C的吸收量也会降低 使得老年人更需要增加维生素C 那20%的老年妇女 他们的维生素C的摄取量都是不足的 那维生素C大多存在在蔬菜啊 水果中最多 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最丰富 其次呢 就是柑橘类的水果也含有很多的维生素C 那像西洋芹啊 花椰菜 高丽菜 橄榄菜 菠菜 青椒 还有柿子 柠檬 草莓 这些还有奇异果 番茄 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品质优良的这种冷冻蔬菜水果 也都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C 那维生素C的参考摄取量呢 成年的男性跟女性大概就是100毫克 那特殊状况像怀孕的时候呢 就要增加4毫克 哺乳的时候呢 就要增加40毫克 成年人的上限摄取量是2000毫克 它是有摄了一个上限摄取量的值是2000毫克 也就是说过多的维生素C的摄取 也是对我们人体呢 会有一些毒害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烟碱酸 或者我们又称为烟碱锡胺 那也是俗称的尼克酸 或者是烟酸 烟锡胺 都是一个烟碱酸的一个代表 那烟碱酸主要是人体传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合物 它可以参与葡萄糖的酵解 还有脂肪脂肪的代谢 丙酮的代谢 还有糖类的代谢 跟高磷酸剑的形成 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磷酸 都是需要烟碱酸 这个磷酸剑 形成磷酸剑是需要烟碱酸的 那能够维持正常组织的完整性 对于皮肤还有消化到神经系统的组织作用 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维持正常组织的完整性 那也就是说烟碱酸除了那个可以维持我们上皮组织的一个正常之外 还可以从这个色胺酸转换而来 那烟碱酸除了直接从食物摄取 还可以从色胺酸转换而来 每天呢色胺酸的摄取量大概是60毫克 可以可以生成一克的这个烟碱酸 60毫克的色胺酸可以生成一个毫克的烟碱酸 那食物中烟碱酸的总量是以烟碱酸的荡量来计算的话 就是烟碱酸素加上色胺酸的转换量 这样来计算 就是烟碱酸目前的一个总量 那烟碱酸作为酵素的辅酶 那也就是说烟碱酸能够 能够在能量代谢呼吸作用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需成分 因为烟碱酸参与了这些代谢反应的电子传递 那生化反应中是很重要的电子供应者 也是许多细胞生成的一个 生成反应跟代谢利用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素 那烟碱酸可以维护能量的一个正常代谢 烟碱酸能够维护正常能量代谢 像消化道还有皮肤神经的健康 都是有助于神经维护神经系统以及循环系统的健康 具有这个对于墨烧血管的扩张作用 而且还能够降低血清的胆固醇含量 那烟碱酸缺乏的原因都是以食物中 供应烟碱酸不足所造成的 烟碱酸的原发性的一个缺乏原因 是食物的供应不足 比如说玉米当主食的时候 那么它的烟碱酸就不容易被消化利用 加上色胺酸是玉米的限制胺基酸 也就是说玉米所含的色胺酸是比较少的 所以烟碱酸的供给量就会不足 对于以玉米为主食的人呢 最容易有这个烟碱酸的缺乏症 那烟碱酸的续发性的缺乏原因呢 可能是慢性的酗酒啊 肝硬化 还有极度的营养不良 药物的干扰 癌症 还有其他的遗传性的疾病 都是烟碱酸的一个续发性的缺乏原因 那烟碱酸的缺乏症 早期呢就会有舌炎、恶心、疲倦、衰弱、烦躁、健忘 那食欲不振、失眠等现象 那上皮组织发炎是因为口舌有红肿刺痛 组织吞咽困难 消化到受到影响 或者是有严重的护泻现象的时候 就很容易有烟碱酸的缺乏症 那恶化了以后呢 还会造成皮肤的溃烂破坏 那因为皮肤发炎、灼痛、红肿发炎 或者是很像晒伤的这个样子呢 在手脚、四肢还有颈部 暴露的部位呢 就是暴露在外的部位呢 特别严重 恶化的时候呢 会造成溃烂、破裂、结痂 而会有暗中色的疤痕 那神经系统会受到损害 而造成紧张、郁郁 或者是昏睡 严重的时候还会有幻觉、痴呆、神经混乱 以及脑的一个病症 那烟碱酸的严重缺乏症 在一般人们呢 看见烟碱酸的严重缺乏症 最多的就是一种癞皮病 它的三大症状就是有腹泻、皮肤炎、痴呆 最后就会导致死亡 那这个他们的英文名字前面都有一个D 所以呢我们就成为3D或是4D的症状 就是说烟碱酸的缺乏症 那烟碱酸的食物来源 比如说豆蛋、肉鱼、豆蛋 还有坚果类、奶类 那动物的肝脏、牛肉、猪肉、鸡肉、鱼背类 还有这个蛋啊、牛奶啊、乳酪啊、酪梨啊 无花果花、花生米、芝麻、绿豆 以及全麦制品 都是一个烟碱酸的一个食物来源 其他还像小麦胚芽、草米、胚芽米、酵母菌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烟碱酸 那烟碱酸的参考摄取量 在成年男性是12到17毫克 女性呢是10到15毫克 特殊状况的时候 像怀孕的时候呢 我们就增加2毫克 哺乳的时候呢 每天就要增加4毫克 烟碱酸成人的营养素上限摄取量 建议是35毫克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立体 那所谓的抗二 二性贫血因子 那一般我们就是说 维生素B12是一个抗二性贫血因子 因为在红血球 红血球血红素的生成过程中 是需要维生素B12的 那如果维生素B12缺乏的时候 就会造成恶性贫血 所以我们称为维生素B12 是一个抗恶性的一个贫血因子 那摄取维生素B12量不足的原因 那维生素B12量不足 它的原因呢 就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 饮食中缺乏维生素B12 那另外呢 就是说有那个胃切除啊 或者是说胃酸不足啊 胃里面的一个分泌 遗传性的 就是胃里面有一个蛋白质 是因为那个内阴性的蛋白质 那个内阴性的蛋白质不足 而造成维生素B12的量不足 那这个也会因为 胃中的这个不足而引起 那所以说 在摄取维生素B12不足的原因呢 包括了就是饮食中不吃肉类啊 或像牛奶啊 还有肝脏 肝脏还有肉类 那对于这个吃素的 吃全素的人 最容易有这个维生素B12的不足 那所以我们认为说 摄取维生素B12不足的原因 可能就是吃素 或者是食物中 动物性的食物摄取量不够 那维生素C Oscorbic Acid的功能 那维生素C的功能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 很重要的抗坏血酸的一个因子 那所以呢 如果维生素C不足的时候呢 造成这个组织间 组织间的一个胶原蛋白的一个紧密合成 就会不够 那另外维生素C本身也是一个抗氧化剂 所以呢 它可以帮助维生素A跟维生素E的功能 它们有合成的一个有加成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维生素C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能力 有加成的效果 那这些都是维生素C的一个功能 另外呢 另外呢 维生素C可以避免 比如说这个癌症呢 或者是病毒 感冒病毒的侵入 这些都是属于维生素C功能的一小部分 那腌碱酸的缺乏症 最常见的就是赖皮病 因为缺乏维生 腌碱酸 腌碱酸的缺乏症 最常见的就是赖皮病 还有呢 其他的症状就像腹泻啊 赖皮病啊 还有就会有痴呆的现象 这些都是属于腌碱酸的一个缺乏症 那本章的一个总结跟回顾 我们就是在本章的内容里面 我们介绍了维生素B12 维生素C 还有腌碱酸 所以我们就是在整个内容里面 已经认识 而且了解了维生素B12的一个功能 还有它的摄取量 还有食物的含量 在哪些会比较多 那维生素C 是很重要的一个抗坏血酸 那如果缺乏它 就会有坏血病 或者是伤口不容易愈合 这些问题 那对于腌碱酸呢 就是有那个所谓的赖皮病 缺乏症就会有赖皮病的现象 这些等等都是在本章中 都已经做了一个说明 所以呢 就可以在本章中认识了解了 维生素B12 维生素C 还有腌碱酸等一个 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以上就是本章的一个内容 就会出来了 什么课题